马英九在脸书发文称赖清德应当保证不走台独道路 让两岸回到共同政治基础久而共识展开各项交流 对此全程陪同参访大陆的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岑今天表示 此次参访大陆生动体现了台湾社会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 要合作不要对抗的主流民意 以台湾的民众的安全为念 紧速地能够务实来面对两岸关系 寻找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 以中华民族的共同根源来让两岸之间能够尽快地恢复交流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马英九此行来到大陆带台湾学生看了许多历史景点 让他们感受中华文明的远远流长 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 这些画面跟这个传回台湾 以及他们回到台湾来跟他们的同学 师长分享 再度唤起了我们台湾民众 对中华文化跟这个与大陆的一个深刻的共同的连结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马英九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推动两岸青年交流 此行两岸青年敞开心扉 聊学习生活 聊成长历程 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这样的深入交流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添新生力量 注入青春活力 特别是能够到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 与大陆同学交流 留下的联络方式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很大的鼓舞 在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包含这些年轻人 习总书记也跟这些年轻人 做一些亲切又温暖的一些谈话 对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有很大的鼓舞 肖旭曾告诉驻台记者 为进一步促进青年间的交流 马英九将会尽快邀请大陆高校生回访 他还强调 这样的青年交流 民间交流更多 未来两岸的互动与互信就会更好 中华民族的前景也会更明亮 希望在暑假的时候能够邀请大陆的高校生来回访台湾 特别是我们这次有到广东省的中山大学 那我们希望能够再安排相关的高校的同学 紧速的来回访台湾 那也能够让他们看看台湾的风土民情 一年来两岸青年你来我往 从陌生到熟悉 从欢迎你来到欢迎再来 友谊越发沉淀成为两岸之间一段佳话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我们希望两岸各界共同努力积极开展各项 促进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 让两岸青年装向奔赴成为常态 让更多两岸年轻人相识相知 同心同行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注入更多青春活力